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国大陆特别是年轻人口男女的失衡比例目前也引起了全世界的重视 中共当局自己也非常重视这个失衡现象并且思考改善之策 但这个现象的同时也带来了若干的后遇症 当然现在都还在蔓延当中择偶的问题 还有就是就业以及教育的问题 尤其在就业方面 很多的女孩子似乎在各个领域当中 她们的发展相当之强 而这个使得原来已经适合男女问题变得更加的严重 也出现了目前一些现象 一些包括了中央的一些企业 开始出现要保障男生就业的这种现象 或者是在录取的过程当中让男生优先 如今在中国大陆的教育体制下 也发现了虽然男多于女 但是女生的成绩却越来越优于男生 以过去十年中国大陆的高考的状元来比例 这个数字已经改变过去是来讲是6比4 60%都是男生居于榜首 但如今已经完全倒过来变成了4比6 换言之女生已经开始远远的压过男生 当然这里面如果将来造成的现象是男生的人口多 但是往往在社会的其他的基层 而领导的阶层开始变成了人数已经居于劣势的女生 又居于领导的位置 这让很多的家长跟很多的社会开始感到忧心 于是最近男儿当自想拯救男生 成为中国大陆社会特别一些家长跟教育人士的一种新的一种省思 因此接下来这个现象出来了 在今年在上海的一所高中 他们准备做一项实验 他们组织了校内的60个男生 组成一个纯男生的实验班 这班完全有特殊的教材 特殊的训练 强调就是激发男生的本能 希望这些男孩子将来都能够成为他们各行各业的领导的主要的干部人士 成为未来社会的真正中间 这些小男孩经常抱怨 他们在班上在过去长久以来都受到女生的欺负 班长也是女生 成绩最好都是女生 这是他的男生怎么办 但这个班级完全要激发他们的男性的一种能力 用各种的方式 无论在体能智能上面都要教到他们做最强 这个班级如今到实验已经三个多月 情况如何我们去带你看看 我们知道是这个班级的推出之后到现在 学校已经准备增班 而且家长是纷纷的踊跃要加入这个班级 男儿当自强绝对不是口号 在这个班级里面 男儿本就是最强的强人 当然你很多女性观众可能不仅能接受 我们看看上海这种新的实验教育 他们究竟在实验什么 熊啾啾气昂昂 这可不是军营 当其他人才刚到学校时 男孩们已经进行他们的必修课 晨跑 如果这样就喊累 那你还不够man 练机力比耐力 男生不能弱不禁风 爬窗逃命去练野外求生 上这课要是女生们可能叫苦连天 能这么玩因为这是男生班 地震啊那个还有就是火灾啊什么 基本上我们这种课都是老师讲一半 然后跟学生一起讨论 然后有时候带着问题来做实验 这样让他们认识主机箱里面这些计算机的配件 因为有的同学啊 可能对一年比较感兴趣 有打开过主机箱看过 有的人呢可能从来就没打开过 又是运动又是资讯科技 男生班的课果然头其所好 因为这个班能开成 可是和大陆社会的男孩危机 为娘现象大有关系 学校里人出班级那种管理方面都是女生 初中女孩子比较占有实 所以说要进好班的话 就是成绩是比较好一点班 都是女孩子比较多一点 班上大多数职位都是女生的 男生职位就一个 班级地位输给女生还不打紧 大陆近十年高考状元 男生的比例从六成降到四成不到 状元郎都成了状元花了 难怪大陆教育界出现拯救男孩声浪 上海八中今年九月开办男子高中基地实验班 招生咨询时家长学生来了不少 正是报名有意愿的就至少两百人 那我们这个男子班是偏重于能力的培养 还是以分数导向为主 到底有什么区别在课程设施 对男生的这个扬长臂短这方面 你们是怎么考虑 实验性质的男生班最后入选六十多位男生 在学校拥有专属的粉色制服 专门聘起的师资 课程更是阴醒失教 除了加强体能 每周都有两节的特别课 甚至还有字编教材 一切的设计就是要把男孩的优点强项 统统发挥出来 于洋就是当中的一个学生 初二初三的时候 就感觉到班里所有事情都是女生来做 就让我觉得自己好像阳光之气 已经被消磨掉了 训练男孩子独立 于洋的父母不只让他进入男生班 还帮他找了学校附近的房子 让他自己照料 生活琐事 我们发现这个变成比较重要的 能够独立的安排自己的时间 独立的思考问题 独立的阅读 而不是说在爷爷奶奶的呵护下面 度过现在这个比较重要的青春期 就怕四宠而交 消磨了男孩该有的阳刚之气 男生班已经成立三个月的时间 学生们甚至走出校园到医院做一共演奏 培养社会责任感 我想在三年之内 叫我们这个电视乐队至少要能做到 能去正常演出 然后至少大家听起来觉得还不错 但这些特色也让人质疑 不就是因为男生表现淑女生 才有男孩危机吗 多元课程难道不会影响课业成绩 我接受到很多家长 他第一指标不是要考什么大学 第一指标他就要求能够全面发展 第二个能够自己独特的价值观 去判断社会的现象 第三才是考大学 记出男生班这奇招 校长预计明年还要最增加四个男生班 甚至不排除把学校转型成男校 只是把男孩集中并除女生 这样的学习效果是否真的能 重振男孩威风 还需要时间来证明